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全民動物園法修法 然後分戰時跟戰前 那現在問題是好像大家質疑說 為什麼在宣導就是在戰前 就開始實施這個管制媒體 就是說這樣是與法有據嗎 還是說有點 他好像把現在都已經 戰爭都什麼時代 還在把台灣把那個現在的戰爭 當做二次大戰來當 對 我就認為這個不要去 把它定的那麼的緊要保持彈性 因為現在已經多元化的社會 那雖然在戰前或者是作戰的時候 我認為要從正面表列 從正面表列 不要負面表列 你通通都管制了 你通通都管制的話 現在大家都媒體 大家都想從媒體中知道一些訊息 結果通通被管制 那國防部最重要是 現在人民對國防部的支持度不高 因為他一些的一連串的失策 造成人民對國防部的支持度 是非常的低 那在這個狀況下 國防部要怎麼樣去把這個形象做轉移 這是很重要的 讓人民讓社會大眾 對國防部所推出的政策 是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肯定 予以正面的這方面的評價 但是這方面 國防部應該朝這方面去做 而不是從媒體上做管制 他應該做得好 媒體上自然就會 把國防部的一些好的事情 正能量的事情 還有很夠振奮人心的事項 擴大來報導 還有將軍問我們知道說 在暫時管制媒體是大安大無可厚非 只是說因為他現在有動員準備階段 跟動員實施階段 那這兩個階段怎麼會是在動員準備階段 對 我認為動員準備階段的話 那隨時一講到這個發佈 動員整備的時候 那就做媒體管制 那很多記者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報導 那他應該在這個 在作戰的時候 已經總統下達總動員令的時候 再做管制 那不要說只是國防部在這一方面的動員 再做就做管制了 那會造成人家感覺到 回到準戒嚴時期了 那這種想法 這種說法 這種政策 會讓人命來質疑 我認為在暫時的時候可以做管制 做局部管制 而不要做全面管制 因為現在畢竟是不一樣的時代 不要拿以前的時代 還有那種專制時代 或者威權集權的時代的那種思維 用在現代的社會 那就感覺到有點時空錯亂 所以我認為把它定在暫時可以 那在暫前的階段 那隨時都可以做定義 我認為定義要很明確 很清楚的 這個來對人民做表達做表述 人民有知道的權利 那記者也有發表的權利 而且我們現在台灣 是一個高度民主化的社會 我認為國防部要有信心 要有自信 而不是在媒體上做管制 他應該是要有自信 我的作為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正確 非常符合國家安全的需要 我做了這個管制 而不是說 因為我為了某方面的 這個沒有辦法做平衡的報導 或者是負面的消息 要做管制 會影響民進的事情 他雖然是事實 他就是事實 我認為應該讓人民知道 你不要怕讓人民知道的事實 而對國防部有所打擊 那是因為國防部做的不好 而造成的事實 那國防部有必要來承擔 而不在媒體上做管制 但是他的這個根本 他是弄錯了方向 他要國防部做的證 行的證 打仗打得漂亮 戰力發揮得非常自盪 人員是非常的有士氣 訓練非常的有數 戰果非常的飛黃 他要人民來肯定 而不是做管制 對國防部的負面的消息 而不要去報導 那變成 那這會變成另外一種 別人對國防部的評價會大打折扣 那將軍再多請教 就是說這次的全民動員法 它裡面還有一個法條 是說只要是這個 可能對學校的青年動員扶勤 會把他動員這個 而且這些學子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說 還沒有扶兵役這些學子 未來有可能被動員參戰 對 是說他們都沒有做過專業的訓練 那動員這樣的學子去參戰 到底有多少事去注意 會不會等於是讓學子 這些衛藝學子去當跑 我認為這個有這個認知落差 應該讓這些要扶兵役 你滿18歲或者是滿20歲 有公民權的 他要來動員他們來參戰 而不是學生時代 那學生時代的話 他在這一方面 他沒有這方面的技能 課程也沒有上 也沒有訓練 你把他在沒有訓練的狀況下去 動員他 那只能送到戰場當炮灰 這樣的話是非常不合常理的 所以我認為 對年輕的學子來看 不要去動員他 我們可以後備動員 你後備動員有240萬的 後備動員部隊 為什麼不去動員這240萬的 那麼大量 而你要去動員這些年輕的學子 他可能還在讀高中 還在讀中學的階段 就把他做動員 他一知半解 對國防 對軍事 對訓練 他完全沒有了解 沒有訓練 沒有掌握 沒有這方面的素質 把他送到戰場上去 那他當了炮灰 我們要去把這240萬 如何去主持動員 240萬能夠動員完畢都不簡單 還要去動員這些年輕的學子 所以他認為這一方面 我認為他這方面的決策 要利益 他有他一個全盤的考量 但是他要懂得輕重緩急 動員哪一方面是優先 有主要動員跟次要動員 還有個全面動員 那你應該主要動員先優先 再次要動員 最後才是全面動員 你不要一次就把年輕的學子 叫上戰場 家長還有年輕的學子 他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認為把這些服過兵役的 不管是替代役 或者是軍事訓練役 你把它主持動員 按照年紀 按照新進先動員 後已經早退的後動員 因為他可能年紀已經大 體力上已經不如當年 那他變成後動員 你要這個樣子來主持動員 最後面才是全國總動員 才動員到這些年輕的學子 我認為不要把年輕學子 拉為第一優先 他最後優先 不要把它列為低優先 很容易造成人心惶惶 認為王不丁的政策 好像跟社會是脫節的 那你這樣的話 怎麼樣去說服社會大眾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